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竹边小球的制作方法 这两个竹边的小球 这个竹边小球呢是五角眼进行的乱穿 然后中间加入了一个小的竹铃铛 这可以当做一个汽车的挂件或者书包的挂件 都是很漂亮的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制作一下 竹边小球的制作过程 先准备好工具和材料 首先编织一个五角眼 五角眼用五根竹面编织 组成一个五角形的图案 然后加入一根竹面编成竹边小球 竹边小球的每个孔都是一个五边形 小球编织好之后 把多余的头给剪掉 然后穿入其他颜色的竹面 然后穿入其他颜色的竹面 最后加上配件 制作完成 谢谢大家